民进党当局搞去中国化动作 强制要求台湾地区中小学生 从本学年起必修所谓的本土语课程 但目前岛内中小学已经开学第三周了 仍有学校缺相关教师和教材 尤其初中高中师资匮乏 为此与百所学校只能直播共学课程 民进党当局强推所谓的本土语教育 引发教学现场混乱 岛内舆论对此批评称 这是当局政治凌驾专业的右翼操弄 台教育主管部门早前发布政策 规定自2022学年起 岛内所谓的本土语文的教学 从小学延伸到初中和高中 要求七八年级学生每周必修一节 高中则是必修两学分 可供选择学习的所谓本土语 包括闽南语 客家化 马祖本地的闽东化等49主 由于选择冗凡 曾一度引起岛内家长意见反弹 抱怨不知道要选哪门 有家长认为 学生每周在校学一节课 不但生活中很少会用到 时间久了还是不会讲 他们批评当局 此举实质上是政治意味多余教学意义 政策发布之初 岛内教育界的反对声音也十分强烈 岛内高级中学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理事长高孟宁指出 应加两学分必修给高中 严重扰乱教学现场 高中老师反弹非常大 无视反对声音 民进党当局仓促推行所谓的本土语教学 导致岛内中小学教育开展陷入种种困难 据报道 开学第三周了 岛内却有六个县市 高中没有闽南语 限职师资 十一个县市 高中没有客家语 限职师资 全靠教学支援人员顶替 更有学校连教职人员都找不到 只能与别校直播共学 不仅缺师资 还缺教材 多索出高中开学了 却无客语教材可用 因岛内客语出版市场小众 民间出版客语教材书 直到开学前仍未通过台教育主管部门审定 学校只能紧急改用台教育主管部门编定教本 但又印刷不及 学校只能自行免疫 民进党当局推行所谓的文土语政策 企图斩断中华文化和语言的根脉 所谓的本土语必修课程 是台教育主管部门配合台文化主管部门的一项政治任务 这一次民进党是将政治凌驾于教育 开学一时 岛内教育乱象重重 舆论批评民进党浪费教育资源 教育风骨难寻 针对民进党当局强制岛内中小学 增加必修所谓的本土语课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日前指出 所谓台语也是中华语言的一部分 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蓄意将台湾民众使用的闽南方言 客家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与普通话划分为本土和外来 包藏着他们处心极虑去中国化的祸心 民进党当局企图利用语言作为工具 改变深植于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认同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华文族认同是不可能得逞的